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10月19号,上个月,美国召开的第三次世界半导体峰会中。 美国要求台积电,三星,以及日本等半导体产业,交出商业数据。 并且,美国还限令,要在45天之内交出数据。 否则的话,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说法,他们有的是办法,让这些厂商交出数据。 所以,许多人就等着,看一看台积电,还有三星等厂商,会不会真的交出了数据。 敢不敢抗拒美国的要求。 到目前为止,台积电与韩国方面,都已经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那么,按照美国商务部的说法,如果这些公司在11月8号之前,没有回应美国的要求,填写问卷调查。 那么,白宫会援引国防生产法,这些工具,强迫这些厂商,交出数据。 这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对这些厂商的警告。 并且,雷蒙多还说,他委婉地说,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 所以,亚洲最大的两家金元厂,加上韩国的海力士,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这是不是表示,一旦11月8号,限期到了之后,美国将会从工具箱里头,拿出一些法宝来,制裁这些公司。 我们先说一下,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表面上的目的,是要拿到这些供应链的资料,以便于能够解决全球芯片荒的问题。 全球芯片荒,已经半年多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芯片供应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但实际上,美国恐怕是有更进一步的目的。 上一次我们说,美国这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要重新打造一条,以美国为中心的半导体供应链。 并且,这条供应链,是要把中国给排除在外。 从此之后,美国就可以把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链,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再加上,美国在芯片设计方面,仍然领先全球。 有几个典型的代表。 一个是在中央处理器,CPU的领域。 另外一个是在FPGA方面。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中文的翻译是,现场可编成门阵列。 另外,在其他的芯片设计方面,虽然有竞争者。 但是,美国高通等公司,仍然是在世界的前沿。 加上,美国在EDA软件方面,独霸全球的地位。 美国几乎把整个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连同芯片设计软件,都抓在了自己的手里。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美国掌控了半导体供应链之后,将会对中国形成一个巨大的优势。 不仅仅是对中国,对全球,也包括了对欧洲,都会是巨大的优势。 杨峰把这种情形,暂时称之为芯片美元。 芯片美元只是暂时的说法。 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 我们藉由芯片美元,来形容一个国家,对于半导体从设计到生产,掌握了绝对的优势。 就像是从上个世纪开始的石油美元一样。 在科技的时代,人类生活极大的依赖芯片,不管是电脑,手机,各种的电子设备,还有家电产品,以及汽车,都用上了芯片。 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既然人类生活都要依赖芯片,美国掌控了半导体供应链,那么全球就得要仰仗美国的鼻息。 美国可以再次确立对全球的科技优势。 确立了这种优势之后,美国又可以回过头来,更加巩固美元的全球地位。 这会是相得益彰。 所以,自从美国在4月份,召开了第一次的全球半导体峰会之后,美国就在下一盘大棋,能不能够如愿呢? 下棋和布局是一回事,但是能够称心如意地达成目标,又是另外一回事。 有关这一点,我们以后会再谈。 在半导体产业链方面,美国所欠缺的就是高端芯片的制造。 而在这方面,全球最领先的两个晶圆大厂,就是台积电和三星。 所以,美国的第一步,是要让台积电和三星到美国来设厂。 全球能够做到5奈米芯片的,就是这两家。 这些高端的晶圆厂,在美国设立之后,加上美国自己的晶圆厂, 英特尔与格罗芳德,美国就具备了强大的产能。 所以,这第一步就是,从中低端到高端的芯片制造产能,都抓到了自己的手上。 这是美国打造完整芯片供应链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要让亚洲这些半导体厂商交出数据。 哪些数据呢? 这包括了库存,订单,销售记录等。 当然,也包括了客户的数据。 根据台积电法务长方淑华的说法。 他在10月6号向媒体表示,台积电绝对不会交出敏感的资讯。 尤其是客户的数据。 韩国方面呢? 韩国驻美大使李秀赫,在10月13号的时候表示, 企业不会向美国轻易提供高度机密的信息。 所以,三星和台积电等于是,婉转地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如果美国真的想要查清楚,芯片短缺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 只要派遣调查人员,进驻三星和台积电,进行内部的调查就可以了。 但是,美国要求的,是把这些机密的数据交出来。 美国拿着这些数据,要做什么呢? 不要忘了,美国自己也有Intel和格罗芳达,这两家晶元厂商,都是台积电和三星的竞争对手。 美国拿着台积电和三星的数据,这是瓜田理下啊! 等于是,这些竞争对手,也会知道台积电和三星的数据。 不要忘了,拜登政府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资金,来补贴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Intel和格罗芳达,都可能受惠于这些资金的补贴。 那么,美国会不会有第三步呢? 既然有了前两步,就很难不让人怀疑,美国会有第三步的动作。 第一个步骤,美国是把台湾和韩国的半导体供应链产能,转移到美国去。 第二个步骤,是转移商业机密数据。 那么,下一个步骤,就有可能是,掏空台积电和三星的半导体产能。 说实在的,交出数据本身就是一件麻烦事,不是说,数据交出来之后,就没事了。 如果美方不满意的话,还可以叫你补交额外的数据。 这就是麻烦的地方。 因为,一旦你交出了数据,就难以避免美方不会有更进一步的要求,要求更多的数据。 搞到最后,又不能不交。 我们就从台积电的例子来看。 台积电在去年5月15日,宣布,要投资12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 到了今年,又追加了5座晶圆厂。 这是美国一步一步的要求。 所以,很难说,美国不会出现第三个步骤,做更进一步的要求。 如果我们查看,美国过去50年来的对外手法,差不多就是这种手法。 比如说,1985年,美国带着德国,英国,法国,与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 要求日元升值。 日本政府方面,也接受了日元升值的要求。 一来,可以降低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二来是,日元升值可以增强日本的购买力,抵消当时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 那时候,日本也认为,日元在某种程度的升值,代表着日本国力的上升。 不过呢,日本当时所设想的是,日元升值20%,这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为,在广场协议之前,一美元可以兑换240日元,但是没有想到,不只是升值20%,1995年的时候,日元升值到一美元兑换80几块日元。 完全不是当初日本政府所设想的范围。 至于台币和韩元的升值,也是如此。 所以,这就是美国外交的手法。 先让你妥协,接受。 然后,再做更进一步的要求,一直到美国的满足点为止。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美国所主导的半导体供应链,不仅仅是要稳固芯片的来源,稳固芯片的供应。 也不仅仅是要把中国给排除在外,而是要把芯片的制造产能,大量的搬到美国本土。 美国方面认为,美国只有在囊括了高端半导体制造之后,才能够真正的主导半导体供应链,也才能够具有芯片美元的力量。 但是,当美国要确保,美国本土具备有半导体高端制造的大量产能。 相对地,就会压缩三星和台积电的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到了这个地步,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日韩台半导体供应链,不管是在产出芯片的流动等,都是美国说了算。 为什么是美国说了算呢? 第一,美国控制了半导体的上游技术和专利。 第二,美国利用半导体的上游技术和专利,牵制中国,继续对中国的企业实施禁运的措施。 第三,借由第一和第二个因素。 中国虽然有庞大的芯片市场,但是在上游技术和专利上,受到了美国的压制。 但是,中国庞大的芯片市场,对日韩台就发挥不了作用。 所以,日韩台都必须要仰赖美国的市场。 在这个世代,市场说了算。 如果日韩台都不听话,美国就可以从工具箱里头,掏出法宝,制裁那些不听话的厂商。 所以说,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特说,美国有很多工具,可以对付那些不交出数据的厂商,那也不是吹牛的。 美国有哪些工具呢? 美国国防生产法,美国国防授权法,再加上美国的市场。 美国可以对那些不配合的厂商,实施经济制裁。 那么,美国有没有可能把台积电和三星给吃掉呢? 这就要看,吃掉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刚刚说了,美国要转移产能,这已经是确定的。 台积电已经增加了在美国设厂的数目。 当然,投资金额也肯定会增加。 另外,原先是说,要建设5奈米的晶圆厂。 现在相信,等到3纳米的工艺成熟了之后,3纳米的生产技术,肯定也会搬到美国来。 所以,美国要的是,最尖端的晶圆制造技术。 加上,在这些尖端技术上,有足够的产能。 那么,三星和台积电,有没有能力抗拒美国呢? 其实,还真的是有限。 我们以股权结构来看,目前三星电子有55%的股权,是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的。 台积电是78%,这里的外国投资者,美国又占了多数。 所以,江湖上的说法,台积电和三星等于是美国的公司,由美国人所掌控。 不过,也不完全是如此。 比如说,三星的外国投资者,只能够享有利润的分配权。 而三星电子的决策权,人事权以及财务权,都是掌控在韩国人的手里。 另外,所谓的外国投资者,涵盖的层面也非常广泛。 包括了投资机构,投资银行,基金,散户等,也包括了各国的投资者。 当然,美国方面的确是占了比较多的股份。 美国可以发动股权争夺战。 但是,因为投资非常分散,美国如果要发动股权争夺,那么会是旷日费时。 美国等不了那么久,而且面子上也不好看。 所以,美国还是会从工具箱里头,拿出法宝来。 三星和台积电这两家公司,都是韩国和台湾各自的经济命脉所在。 实在不能够轻易地把数据交给外人。 你可以想象,如果三星垮了,对韩国会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台积电垮了,对台湾的经济,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现在距离11月8日,正好是一个月。 估计,这两家公司,都会尽可能拖延。 到目前为止,台湾民进党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的声明。 10月1日,台湾经济部长王美化表示,这是属于自愿的性质。 意思是说,美国所要求的是,台积电自愿交出数据。 台积电自己会考虑的。 也就是说,民进党政府不会去干涉,也不会去管。 当然,也不会去帮台积电。 民进党的说法,相对于韩国,就差了很多。 刚刚说的,韩国驻美大使说,企业不会轻易地提供高度机密的信息。 不过,韩国的民主性向来强烈。 三星又是韩国最大的企业。 被韩国人当成是一个宝一样的看待。 如果美国真的是迫使韩国屈服,恐怕会引起韩国民众某种程度的反弹。 也就是反美的情绪。 韩国民众的反弹,会到什么程度呢? 这就得要看,美国从工具箱里头,拿出的是什么工具。 1985年,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之后。 第二年,美国和日本又签订了美日半导体协议。 这是第一次的协议。 五年之后的1991年,美国和日本又签订了第二次的半导体协议。 两次的美日半导体协议,把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给打了下去。 但是这时候,台湾和韩国的半导体产业,起来了。 可以说是沉势而起。 但是,韩国万万没有想到,30年之后,竟然会轮到韩国的身上。 当然,美国未必会和韩国签订半导体协议。 因为韩国的半导体产业,还没有像当初日本那样的,强大到那个地步。 接下来,在美国拿出工具之前,韩国和美国可能会在私底下商谈。 我们上次说,全球芯片短缺已经半年多了。 我们这是保守的说法。 我们的看法是,有人囤积芯片。 有关囤货的问题,请参考我们前两天,10月16号的节目。 美国必须要妥协,否则的话,问题无法解决。 根据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的说法。 芯片短缺是因为有人在囤积芯片。 刘德英说,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芯片大多是流入了工厂,而非用于产品。 也就是说,台积电的确是把芯片交到了厂商的手里。 但是,这些芯片却没有出现在商品里头。 所以,美国真的要查,为什么芯片会短缺。 一个就是刚刚说的,派驻人员到台积电和三星去。 第二个,派遣人员到那些,定了货的厂商去调查。 美国是全球法律诉讼最高的国家。 金额也是最高的。 经验丰富。 要查这种东西,应该是驾轻就熟。 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美国为什么要客户的资料,存货的信息,以及销售的情形呢? 就请大家去想一想我们刚刚的说法。 江湖上传言,全球战略界的老前辈,也可以说是古董级的老前辈,打死了。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他曾经说过这么句话。 It may be dangerous to be America's enemy, but to be America's friend is fatal。 这句话我们就不翻译了,免得被陷流。 这句话,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解。 当美国的盟友,还真的是不容易,不好伺候。 日本,韩国,台湾,都曾经经历过货币升值的阶段。 这就是一个教训。 不过,美国可能不是这样想的。 美国可能认为,在过去,日本,韩国,台湾,都享受着美国市场开放的好处。 也都曾经赚过美国人的钱。 美国也曾经投资过这些小弟们。 现在,美国也只是把过去的投资,过去对小弟们的栽培,回收到美国。 同时,美国现在跟中国打贸易战,打科技战,日子过得正吃紧。 老大现在有难,不得不回收一些资源,到美国本土来。 上一次9月份的时候,我们说,美国正在使用悉心大法。 要把外地的产能,外地的资源,给吸过来。 另外,美国正在加紧努力,要重新打造,以美国为核心的半导体供应链。 中国这边也没有闲着。 去年9月,中国传出了消息,北京要投资1.4万亿美元,在半导体产业上。 只不过,北京没有美国那么高调,而是默默地在做,默默地在研发。 这是中美两大国之间,最精彩的科技较量。 过去,我们曾经几次提过,中国内循环经济的看法。 从几个角度的层面来看,今天我们再加一点。 中国在半导体产业列上的发展,是内循环经济的一个重点。 既然是内循环经济,本身就要能够循环。 也就是,从设计到制造,到通路,再到消费,都要形成一个循环。 首先就是,要在半导体产业列上,能够技术自主。 当然,能够和其他国家技术合作是最好。 如果不行的话,也不能够在半导体的产业列上,被卡脖子,被锻炼吧。 中美在半导体产业列上的交锋,明年会更为激烈。 有关这一点,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视频。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